就在这个小区里啊 我找了半个多小时 找到一个小破店 你们现在相信 这有个饭店 这家走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饭店吧 啊 这有饭 能不能起饭吗 这边起不着 不在这边吗 咱们刚才主要是啥特色呢 你家吃大肠是特色啊 多少钱 52 我拿一个这个 里边有没有肉 有肉 还有肉 8块钱 拿一个青菜粉 农家小院鞋子是啥 就拿一个这个吧 拿一个鞋子14块 对对对 那我来这三餐 整个 师傅你家干多少钱呢 我这07年还干的 14年 就在这区域里 我给你个建议啊 你最好在那小区院里挂到海边 你都找不着我 我这找半个小时才找不着 你做啊 行行行 现在的时间呢 是下午5点半 就这个环境 是不是应该喝点 今天咱俩没啥事 喝到5点半回家 再赶他 这把上套了 挺快啊 这一盘14是吧 14 青菜粉来了 看这颜色挺好 青菜粉8块钱一盘 而且这盘也不小啊 你看不看这8块钱带肉的啊 咱们先尝一尝啊 过油又拌的 吃着呢 就是咸香烤 油有点大的感觉 还行 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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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呢不算那么重 吃着挺香的 北哥必备 菊花碗 整整一尾 哎呀 看这酒花啊 来 整一口了 8人还来 14 8块 两盘20块钱 一会期待那个什么大肠的呢 烧大肠呢 看啥味儿吧 哎呀 还来 烧大肠来了 哎呀 放这吧 放这吧 这一盘多少钱了呢 50 50 我闻到的好像是油漬了的味道 在那浇盐啊 能不能听见我嚼这个声音 可以说是外酥里软 香耳不腻 你想说吃到它的臭味儿啊 门儿都没有 哎呦 纯纯的 外酥里软 真行 咱说心里话 像这种小店 咱就掏上一个好吃的菜 咱就足够了 老弟啊 哎哎 那你刚才你喝酒的意思 我听说你给家拍上烧老婆 不是拍上老婆 我喝酒吧有一种方式 我必须得喊那个八个喝的 有能气什么 八个喝 喝酒的一种方式就是 不拍上老婆 哎哥们 你今天喝的是什么酒没见过 没见过 你看看 人和菊花白 这个酒以前啥是喝的 慈禧太后和皇上喝的酒 已经传到现在第七代传人了 这不写着中华老字号吗 非故事文化细产这个酒 来哥们 你没喝我我给你尝尝 哎好好 来来你尝尝 来吧 你尝尝尝尝尝 我尝尝 来来 有点腊腊在去 那个菊花味 哎呀 咋挺裂的 真实 一会啥叫菊花白呢 里边放了杭州的菊花 你炒菜早挺裂的 祝你身为兴隆 好 好谢谢店 哎 你来喝 我呢 就这些 就这一杯 小桌一行 大桌伤身呢 这就可以了 挺好 没打劲 是吧 啥事不耽误 这个马仙子 算下多少钱 嗯 七十九 七十九 哎 你这不吃人呢 真是踏破铁铁 无力处 隔来全部非公路 人家有牌点呢 这是 正经街上 雪虎路348号 你说这碗整的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啊 给我点点空气 点个关注 拜拜